我们都要祈愿 然后让我们的愿力不退 也让我们的功德 能够布施给对方 而且佛又讲 佛的每一个像 包括一毛孔的豪光 都是一个大悲愿所形成的 所以佛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 佛有八万四千个愿力 无量无边的意思 所以各位 你只要在路上看到一个不圆满 你马上要针对这个不圆满 发一个愿 希望对这个不圆满 你能够负责任 眼前你没办法 现在路边有一个老人 没饭吃 要发愿 我累积的修行 也让我有机会 开出更多的老人院 来照顾这些老人 在你目前能够做的 给他一百块 给他念念佛 但是你没办法照顾他 整辈子后来世 但是你心中的愿 不能够因为这样就舍弃对方 那你心中又多一个愿 愿我圆满的时候 我就能够成就 照顾所有老人的愿 然后你等一下又看到女人 你等一下又看到一只鸽子 你又看到人家车祸 但是每一种 那你都要针对这个发起一个愿 而且呢 愿他们现在的业障就消除 你自然就念一个 愿他们的 但是呢 你这个祈愿还要想到敬畏来 那你想到敬畏来 那这个愿怎么实践呢 那你要去思维了 所以你每天就保持在这种 利他的思维 愿力当中 只要你活着 只要你有眼睛 你有思想 都为每一件事情 在帮助 今天你躺在床上 快死了 有一个护士来帮你打针 或者帮你擦擦口水 抽痰 那时候你四肢不能动 但是你有眼睛 你要想 我如何利益这个护士 愿这个护士 接触到我 帮我抽痰的痛苦 里面 他也能够生生世世健康 一直到如何称佛 你要开始为这个护士想 当你为这个护士想 奇怪 你抽痰 一点痛苦都没有 因为你生起一个利他的心 所以这个医生 在帮你打针的时候 愿这个医生 成就药师佛的果报 愿这个医生 有药师佛的力量 来帮助所有的病人 你要生起这个想法 所以你要生起这个想法 在立他的愿望 你忘了自己 这个打针 对你有没有用 但是你只希望 对方有药师佛的力量 去帮助所有的病人 你要一直这样想 这个要大乘了三昧的状态 第三 阿弥陀佛能够带领 紧紧听闻他名号的众生 投身他的极乐净土 也是因为慈悲 与菩提心的力量 所以大家对阿弥陀佛 都有绝对的信心 念佛保证能够生净土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 从念佛到学佛 因为悲心与菩提心的力量 永不间断 永恒的慈悲 圆满的菩提心的力量 那各位你不是说 我成为阿弥陀佛了 那就没事干了 如果成为阿弥陀佛就没事干 阿弥陀佛就不用显现成为 这么多的祖师大德 在这个世间陪我们受苦 一直来轮回 所以他成佛了 但是透过现在的世间 要创造什么因缘 他要比别人更努力 就像各位 我希望一直带各位去看 噶玛巴 你看他多努力 他多苦啊 他成佛了 噶玛巴过去九远截来 就成佛了 他就是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百阿弥陀佛的视线 噶玛巴就是阿弥陀佛了 那你想说 噶玛巴为什么要过得 这么苦的认识呢 这么不方便呢 这个就是佛 佛成佛了以后 心是在佛的心态 但是呢 他的肉体 他就是一直在帮助了这个世界 你在承担了众生的苦 他必须要享受所有的地界 所以讲了一句话 佛跟凡夫做的都一样 但是因为心态不一样 不是说 当然我们认为一个人成佛了 就会飞天啊神通啊 他一点痛苦都没有 他讲的是心态 在肉体上 他还是永远在慈悲 在安住了这个菩提心 就像我以前认为 干玛巴巴是不动佛 那太好了 然后有一次他就会说 哇 为了修满十万遍 实在有够苦啊 因为他要带人家做不动佛的闭关 他自己发愿要修满十万遍 不动佛的仪轨 他只好每天睡一个钟头 然后每天就一直这样 因为他太忙了 但是如果不按照这样做 他就不能够带着人家 得到不动佛的价值 所以他现在每一年 他终于修圆满了 他就会很认真的 带着大家修不动佛的闭关 但是这个过程 还是在带的过程也是很痛苦 所以有种种的障碍 但是这个就是他的心态 不能用慈悲心 普利心代表样样圆满 慈悲心普利心是我们的心态 但是在肉体上是苦的 是变化无常的 甚至像红衣大师一样 那种肉体的痛苦 没有办法形容 所以他死亡的过程 没有办法形容了痛苦 但是身上已经长出虫了 痛得要死 他也不敢去伤害他 让这个虫长大一点 大一点以后 会不小心掉在地上 又怕伤害他 用毛笔来救这只虫 再给他放回去 等他长大了 长翅膀飞走了 这只虫离苦了 他皮肤才恢复了 他是这个过程熬过来的痛苦 但是做一个佛菩萨 没有这种痛苦 他怎么生起悲心呢 他必须时时刻刻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所以我想 我们念阿弥陀佛 你要去思维阿弥陀佛的苦 他对众生的关怀 所以我们看到一只牛被杀 哎呦他被杀了 但是对每一个佛来讲 他看到一只牛被杀 有如他的心被砍了几刀 为什么 他的母亲 所有众生 把所有的动物都当作 他亲生的独生子或母亲 那种痛 然后在他安住空性里面 他可以超越这种痛 那所以我们要去 学的是这个心态 如果我们要往生净土 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我们要以佛的悲愿 以佛的菩利心来念佛 那维持这个 所以我想 这个讲义里面要讲的是 每一个佛菩萨的这种力量 但是这种力量是每个人心里面都有 愿不愿意做 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 愿不愿意做而已 那像各位你会生气 有难你的欲望 你可以不要想他 你也可以把它断除 对你来讲是愿不愿意而已 一个观念而已 你现在头发很漂亮 你可以把它弄得丑丑的 对你来讲 也是容易就做到了 为什么 现在给你选 得癌症 第二个 把头发弄乱 你选哪一个 对啊 你做得到嘛 所以现在有人要把你杀了 没关系 不要搞我杀了 断一针腿 让我留一根腿 我还可以活着呢 那个时候管理帅不帅 有没有钱 那个都不重要了 至少我还留一口气 一个腿还可以用跳的 现在还可以装一只 所以你要把自己 想到最差的状况 这个叫空性 没有了 毫无拥有 完全放下 现在我们不愿意修行 是因为你还有一个骄傲 我现在还可以交男朋友呢 我想交交看 我现在还可以跟女人怎么样呢 还吃个威尔钢 还有力量呢 我现在还有一点小钱呢 我还可以耍一耍 有钱人的样子呢 所以因为我们没办法 全然的接受痛苦 我们还想要逃避 那就没办法 所以各位你要观修痛苦 观修不清净 观修无常 观修下地狱 要做地狱观 地狱慈悲观 要做恶鬼慈悲观 你要完全所有的恶鬼 在你身上 因为那是你发菩提心 你要承担众生 所以你自然 虽然你现在没有在地狱 但是你自然对地狱 到了众生 恶鬼到了生气 大菩提心 我一定要离苦 所以我要保持 菩提心的状态 念佛的状态 那我们这样 就帮人家助念 那你就有 阿弥陀佛的圆满的力量 阿弥陀佛的力量 初一的月亮 有初一的光 十五的月亮 有十五的光 希望大家都保持在 十五的月亮 可以展现佛菩萨 十五的光 去帮助众生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在 我像人像 我的外表 我几岁 我男人 我女人 我不是狗 那你 对你来讲 就一直卡在这上面 就没办法 修行不是做给谁看的 修行是面对你的心态 超越你自己 不是做给人看的 叔父 我来得看得不 再见 你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有一个执着 我来给你看一下 说我来了 但是你这个念头 是个杂念 你反而破坏了法会 对你没有 帮助 所以那你要压抑你自己 这个不能 这个不能有这个念头 我故意要 故意要 坐在最后面 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来修行 那你成功了 了解吗 如果你 你的习性是 我希望别人看到我 你还是明天如此 下回法会 还是如此 你不但没有进步 你还不断的在造业 因为你的动机不对 这一点 请各位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 海道法师 一上台要注意 表法不表人 你不能有个人的思想 你一上台 是要用你 你的悲心 来自累劫的智慧 希望去表达佛法 希望能够交流佛法 而不认为在这里面 我讲得好 我讲得不好 我哪里知道 讲得好 讲不好 这样 你要超越这个 你只是要尽力而为 这个尽力就是 慈悲心 菩提心 不能有所求 要安住空性 要对方有悲心 而且你要承担什么 所有我眼前的人非人等 的生死都是我的责任 我必须承担 就自他交换 我必须要决然的承担 不然各位 为什么要乖乖坐在我面前 听那么久 我付你钱 是不是 所以你必须要听 不是这个意思 对方对你有信心 那你就要承担他的一切 你希望对方能够早一点成佛 如何如何 你要很尽力 你不能跟红包 有没有红包 我们对别人修功德 是从内心里面随行 所以我想佛教里面 讲来讲 这就是慈悲心 普利心 这也是大乘佛教 我想显教的基础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那你来念经 你来持重 那就没有力量了 第四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诸佛悲心的象征 这就好像是从十方三世一切的佛陀心口流出透明的甘露 而这些金银的甘露汇集在一起 从莲花座上慢慢现出观世音菩萨的身影 所以你念观音菩萨 你念慈悲心口流出的透明的甘露 变成结晶 然后累积累积累积 变成一种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的形象 不可思议 特别牵手牵眼观音 那是十方诸佛菩萨 悲心的总集的力量 所以我们念一句观音菩萨 念一句 要很认真 很虔诚 让别人感受到 那么大悲观音菩萨 因为众生很苦 对方很苦 祈求十方诸佛加持 变成观音菩萨 帮助这个 事实上你帮助了对方 也帮助了自己 因为你很认真 很慈悲 在利他当中 你就完成了 极尽智力 那个时候 当下安住在空性 所以观修观音菩萨 形象的功德 不可思议 但是这个观修仪轨 各位还是念 像我这样写一段一段 各位你没办法看到 整个前前后后 只是短短的时间 加强注意 以后你还是要把 整个观修仪轨 现在很多书都翻成 中文 然后观音菩萨的 观修仪轨 整个观修 然后你要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到 很熟练 所以你随时念 欧玛丽变命后的时候 你的前行 正行 结行 都做得很圆满 那时候你跟观音菩萨 合为一体 去帮助众生 翻过来 第五 菩萨 菩萨不仅了知 所有人的痛苦 而且会觉得 他们所受的 微不足道的小苦 也源源痛却于 自己所受的 剧烈大苦 所以 那种敏感度 就像把你皮肤 挖起来 然后给你撒一点 盐巴 所以 每一个 修慈悲心的人 你要故意修这种 就是说 别人的小小的痛苦 超过你 巨大的痛苦 你要有那个感受 如果你没有 那个感受 那你说你要修 大悲心 那很难 那不过是一个录音机 力量太小了 那可以故意要 观修慈悲 那种切身之痛 而且每一种痛苦 所以我现在 很多网路在 杀牛啊 杀猪 现在我有时候 会故意重复来看 真的不想看 但是 真的很痛苦 但是你要 故意看 因为你要 你要观修 他的那种痛苦 变成你的痛苦 然后如果你看到 任何一个猪肉 Sieben里面 又卖那个牛肉干 猪肉干 你会感受那种 非常痛苦 你会悲心流露的 为他们念咒 或者偷偷 撒几个水 或吹口气 因为你要感受 因为如果你没有 这个感受 你没办法修大悲心 没有大悲心 你就没有办法 发起那种 真实不想退转 快速成佛的菩提心 那你能够发起 大悲心 菩提心 你才会绝对 要追求空性 如果我还有 我执法 我怎么可能 成佛呢 所以你会利用 各种的波罗蜜 去消除你的贪心 称恨 怀疑 因为你不这样做 就不能够圆满 菩提心 所以这种感受 我发觉 有些人没有 所以我到佛学院 有时候我跟 年轻的法师 我都说 如果你们很快乐的出家 每天快乐的 这个环境 读书是有福报 不过就是说 你如果有 那种痛苦过 对你帮助很大 当然我不是叫你 还俗去 去得癌症 去结婚 去生小孩 而是你要 故意的 去把别人的痛苦 用在你心上 不能用嘴巴讲 一个孝顺的妈妈 一个孝顺的女孩子 我妈妈得癌症 她就开始哭了 知道吧 哭得不得了 但是大部分哭的 都是为女儿哭 比妈妈哭多一点 我的女儿 然后就开始 动不掉 因为她女儿 已经在家户病房了 这个妈妈一讲 就全身没有办法了 要有那种强烈 那各位 这个叫修行 修行是你 故意要这么做 你不能 默不关心 默不关心 哦我知道 反正面对多了 每天跟她讲 都对得不一样 那对你来讲 已经麻木不仁的时候 那是生命最大的危机 也是修行最大的危机 因为你对别人 失去了耐心 失去了悲心 这一点不行 所以各位在讲话的时候 也要很小心 你不要故意讲一句 刺激对方的话 让你拖 放在让你 痛苦整天 我要走之前 撂一句话 让你干扣 那你太残忍了 因为做菩萨 不愿意这么做 不愿意这么做 所以 因为你经常去感受到 对方的苦 正在享受夜报的苦 正在造恶业的人的苦 这个人强奸妇女啊 将来他那个苦 没有办法形容啊 或许他目前感受不到 可能抓去观而已 但是他将来下地狱的那个苦 没有办法形容啊 所以呢 怎么样去度化他 就算没办法度化他 看到他的相片 拿着他的名字 不断地回向给他 所以要了解所有众生的苦 体受所有众生的苦 把对方的小小的苦 当作一个 无论如何 剧烈的大苦一样 去感受到对方 第六 来 菩萨不仅热爱自己的父母 兄弟和灵人 也爱着那些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人 甚至在有人想要用刀枪伤害菩萨时 他会十分高兴地想 但愿这个人能因为这种伤害的缘故 和我结缘 而我将凭借着这个缘分来救度他 对 这个叫一切法 毕竟平等 一般人说 你称赞我 送我礼物 我对你印象就深一点 那菩萨不一样 你对我好 你杀我 你伤害我 对我来讲 万法 平等 无有分别 所以叫无声法人 但是我只是借着这个缘分 你扛我 杀我 那我一定要度你 借这个因缘 我将来 现在你就得到我的功德 将来我如果 能够度众生的时候 第一个让你离苦 所以这里面两个字 热爱 如果一个人 冷冷的 孤僻孤僻的 不想跟众生接触的 你没有资格修菩萨道 因为你本来就是属于言诀型的 我喜欢自己打坐 自己修行 不要干扰我 我对众生没有热爱 那不行 所以末法老实讲 修行还靠女人 女人还有这个热爱的精神 不过热爱久了就会执着 也很麻烦 因为女人还有这个热忱 心肝很嫩 师父 你没汤吃 没冷气吹 想办法也去送一台 但是哪几个男人 会送一部能器给你呢 但是做个菩萨 不行 你要超越男人女人 去感受到对方的需要 我要跟你结缘 利用各种情况 但是你要做到这样 首先你要无分别 如果你有分别说 称赞我跟伤害我 你有分别心 有不一样的对待方法 那就不行了 所以有时候 我都会跟我的徒弟说 你跟我讲话怎么样 客气啊 师父师父 用我这个方法去对别人 对我这样 唯唯诺诺诺 看到 唯唯 这个势利眼 那不行 对谁都要一样 你能够对我这样子的 好在你还有一个师父 让你唯唯诺诺 像蓝猫看到老虎一样 这是你的福宝 要什么都不怕 你就害了 我们要有敬畏众生 那你以后 你对佛怎么样 你还会对众生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你对上师 对师父怎么样 你也应该对 别人怎么样 你从你师父身上 去学习对待众生的方法 恭敬 体贴 细心 所以我想 那作为一个菩萨 要做到无分别的大悲心 热爱的众生 不舍弃众生 那我想各位 看到这一句话 看完以后 各位 按照这样 去实践菩萨的教法 好不好 那这叫戒律 这个叫实修 你不能看 哎哟 菩萨的境界 阿罗赞坦 我做不够了 那你读干嘛 菩萨是菩萨 跟我没关系 地藏菩萨跟我没关系 那你干嘛念 拿摩大愿 地藏王菩萨 拿摩是我的生命 融入学习地藏王菩萨 拿摩观心菩萨 如果你要达到菩提心 是完全跟观心菩萨 和为一体的 身口意的状态 那我想这样才是 大乘的戒律 所以念一下 经名为戒 所有的经典 都是菩萨要实践的 叫戒 所以受乐菩萨界 要深入经章 智慧如海 不是说我喜欢阿安经 我喜欢怀言经 而是所有的经典 因为不一样的法门 要面对不一样的众生 所以各位讲到这边 小秤大秤密秤 乃至小秤都分了很多法门 大秤又分了中派 密秤更多的法门 这个我是为众生学佛法 不是为自己学佛法 记住这一点 为众生学佛法 众生需要什么法 我给他什么法 那你为你自己学佛法 不一样 一个法门就好 你们都跟我念一样的 其他的不管 那你只是弘扬自己的 喜欢的佛法 这个也是一个法旨 所以再念一下 来 持咒破地狱 放生就畜生 失时度鬼道 所以我们都要做 所以我们都要做 放生 焉供 失时 护生 发普利心 布施食物 你都要做 因为你是为六道 在学佛的 要跟六道结缘 我们现在虽然还没办法度 结缘 所以我希望还是这样讲 我们高雄 屏东 台南 很多河流 很多大海 希望大家多去撒食物 跟那些虚拨 结缘 好不好 虚拨是四季 叫虚拨 那些小鱼 无量无贬 你要跟他结缘 做焉供 跟这些三神 鬼神结缘 杀米 杀食物 跟这些小动物结缘 做素食便当 跟所有人类结缘 回向功德 赞叹护法上神 跟天神结缘 至少还不用被他杀 就可以结缘了 所以各位呢 不舍弃任何众生 这个道场很糟糕 做坏事 你要把功德回向给他 你要 你今天出一百块 用这个道场的名字 这些造恶业的人 很痛苦啊 但是我帮你布施一百块 护持一个正法 希望你们得到将来正法的因缘 也消除现在的这种业障 但是你不能光批评 批评 然后不帮助他 就是舍弃众生 那你就破了菩萨戒 那不行 好 我们把第七第八 念完 这节课就圆满了 好不好 第七 所有宗教的爱心对象 也只停留在人的分界上 而具备了慈悲的菩萨 他们不仅对人充满爱心 也对动物充满了爱心 也对鬼道 也对地狱 也对敌人 也对各种各种的生命 都充满了爱心 所以我经常说 现在有人提倡人间佛教 非常好 但是不能做错 以人为核心来修行 以人为核心来帮助其他众生 可以 而不能说 我是人间佛教 所以我不放生 我不超度 不能这么说 甚至有人会说 你们放生那么多 还不如我养五十个孤儿 攻得到 我说你这句话 不是佛说 是你说 佛不会这样说 佛对人 对动物 都是平等的 所以有些人还会说 放生可能是放死 这句话 佛永远不会这样说 佛只能说 放生 我们要更慈悲 更小心 我们的动机 是为了救他 就算他死亡了 他也得到我们三宝的加持 就像金光明经里面 对不对 流水长者只是放生 用他的方法 但是他不知道 那个水土 那个鱼 水土不服 所以结果鱼死了 结果死了以后 鱼通通升天 就大放生 所以 那如果你要这样讲 那你不是骂佛陀吗 流水长者只 放生就是放死 隔天早上 一万多日 通通死掉 所以 这句话 能不能讲 不能说 不能这样说 有些说 念佛的人最不慈悲 这种话你不要讲 你骂一个就算 你骂全部念佛的人 有些人说 我现在已经对三宝弟子 窃心 窃心 请问国瑜怎么讲 灰心 我说你不能讲这种话 你怎么讲这种话 你毁谤所有三宝弟子 有两三个三宝弟子 做得不好 那你就毁谤所有三宝弟子 这种讲法 太过于垄断 太过于悲心 所以各位这一句话 这个世间叫末法 末法 这种话特别多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有原词 就有范围的 他们不是佛陀讲的 无原词 无范围的 平等的 所以我们学爱 那爱扩展在一切 连敌人都爱 那就变成悲心了 不是光爱狗 却拿牛肉罐头给狗吃 到市场捡鸡骨头 给你家的狗吃 那你对狗有爱心 那些鸡怎么办 它的骨头被吃掉 它还恨的 所以养狗的人 如果你有爱心 是要用素食 还是用荤的 所以你要做送给它 而且狗喜欢吃才行 你光它叫它吃素 哪里有素食可以吃 又不好吃 你要去研究 这个叫方便波罗蜜 你要发愿 希望所有狗 给它素食 吃得比荤的还好吃 这叫愿 愿波罗蜜 那你要开始去实践 做出方法 叫利波罗蜜 终于你做得很好 所有的荤食的狗 流浪狗 都喜欢吃你的 假荤食 饰料 里面还有甘露丸 这个叫制波罗蜜 那些流浪狗 一撒通通来了 所以麻烦各位 慈悲慈悲 开始设计 好不好 给鸟吃的 给鱼吃的 给流浪狗吃的 给猫吃的 我从取活鱼来 每天头上想我派去 要如何给白灵溪吃 白灵溪白鹿 是不会吃活鱼 我想设计老半天 那个动的还会动啊动的 难道 贝家 谢谢大家